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时期 我是吴三石 今天又是一期大娃大杂会 就是从过年前 其实都是年前买的一些娃娃了 然后就过年期间也没给你们拍 就今天我看也展得差不多可以拍一期了 就来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的几个大娃 还有一些特别的盲盒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Nancy 好像叫哪个系列不记得 下午茶茶花会之类的隐藏 其实是一个粉丝送给我的非常感谢 这是我唯一一个Nancy的隐藏 就拆了那么多次 从来没有拆到过 然后这位粉丝他就送给我了 真的很好看 好 感谢感谢 先放到这边 然后我们先来把这个裸的拆了 这个其实是多多妹 二一年夏天在北京跟美拆 一起联合办展出的一款 叫做什么恐龙妹睡衣 对 其实它是跟那个恐龙妹联名的 对吧 然后好像也是一月份才收到吧 食物还是蛮可爱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眼睛中间 有三点这个红色的像水痘一样 然后整体的话是一个 带有偏光的这种 淡紫色 衣服的话就是这个恐龙妹的外形 竖着两根麻花辫 然后你看小拖鞋也是恐龙的 包括身上的这个小袋子 为什么它没有包装呢 因为它的包装好像被我拿到 其他新房去了 我不记得反正找不到了 所以就只能裸着给你们看一下了 这个球很容易掉 对对 这个球很容易掉 所以千万不能这样摔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只 是不是包装非常特别 有小伙伴眼熟的 应该就知道是未知岛屿家的娃娃了 那这一只呢是他们的甜甜圈 我们一起来拆一下 又是一种拆礼物的感觉 它是盖盒 对对对 它是一个盒饭的造型 这里还拿这个橡皮筋绑起来了 首先是一叠 哇 它还有线这种 感觉可以自己穿起来 然后做一个那种装饰小场景的样子 一张卡片 然后是什么 岛上派对 就是憨憨在岛上举办了一场派对 我们来看看一张贴纸 就是这个甜甜圈 一张小海报 就是它办派对的样子吧 和这个我们甜甜圈的卡片 还有小装饰 先把这个饭盒给打开 里面有一个小夹子 应该是夹卡片 然后就是我们的甜甜圈本体 我现在把这个派对的小旗子挂起来了 然后这个底座应该就是夹这张卡片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憨憨甜甜圈的本体了 我第一次看到它以这种圆形的造型出现 看起来是一个草莓巧克力口味的甜甜圈 是吧 这下面是这个草莓味的巧克力 上面还淋了这种小奶油小糖霜 中间就是甜甜圈 这个用料非常扎实 我第一次就要动那么小的甜甜圈 两个粉色的小耳朵 转过来呢 还是照样写着这个it me 它的这个甜甜圈上面的部分呢 是亮面的 然后下面呢 是这种偏雅光一点的渐变色 照样呢 也有一个底座 这个底座形状跟之前不太一样 上面写着这个黑黑豆腐 背后还有两个粉红色的小耳朵 好了 放上去吧 是不是超级可爱 好 你的小派对天地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来拆这个吧 我之前给你们拆RICO这个系列的时候 不是说我还有两个优享在路上吗 但因为快递的问题一直没到 那个是过年前拆的了 他到前两天才给我送到 结果 结果 你们看我拆出来了什么 大隐藏 但其实比起大隐 我更喜欢小隐藏 有没有人愿意用小隐藏跟我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隐藏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它这个娃娃身上的材料还蛮多的 身体的话整个是粉色的织容 编号也很好耶 零零零一一 头发呢是亮面光油的 上面的眼罩是手感漆的 有一种这种星空渐变的彩虹色 上面的小毯子也是的 像那种宇宙的感觉 就是把银河盖在身上 对对对 然后还一颗小流星 这样滑过 是这样盖的吧 还是蛮好看的 好 放在这边 哦 它是这样睡的 这样看还蛮好看的 要不不换了吗 要不要换 然后我们来拆后面的这一个 是这个KY928家的虎达摩面包 我已经拆开来了 它给我装进去了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分量的达摩小老虎 真的很重 非常的重 像个砖头一样 它就是一个老虎造型 然后做成了达摩的形状 还有一个虎耳朵 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王字 然后前面这个虎呢 是用金色的漆描了一下 哦 它也是只画了一只眼睛的拳 所以当你愿望成真之后 要把另一只拳给它补上 天啊 对 被我摔的吗 因为我记得我拆的时候没有的 嗯 好尴尬 我看看能不能反场吧 不能的话 我就自己补一下 它背后的这个寓意很好啊 吃不胖 祝愿大家都吃不胖 我现在正在非常苦恼的减肥中 但我这一支的编号还蛮好的 是这个171有17这个字号 嗯 好 可爱 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之前Bob那个群福利 买那个锤耳兔 然后因为他发货延迟 算给了一个小补偿 就是他们家原色锤耳兔 和异色锤耳兔的一对徽章 就大家给你们看一眼 懒得拿出来 然后是这一个 是多多妹 啊 这也是多多妹 哦 山竹 对啊 就是他们家的山竹 就是这一次正义还蛮大的一只娃 包装蛮可爱的 林天佳香甜多汁为特辑 所以那么贵 是不是 我们打开看一下哈 一张小卡片 百分之百新鲜 这就是我们的山竹头了 这一颗山竹头呢 真的非常山竹 呃 仔细看 它这个表皮 就是模仿了那种山竹的纹理 可以看到吗 深一块浅一块的 包括上面这个叶子 有很多这种纹理的细节 但是它为什么会被人说呢 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小 它价格 360几还380几吧 但是跟这个苹果头比 你们可以看到 还是小了一圈的 它的外表呢 我个人认为啊 没有苹果头可爱 颜色的问题 对 就看着比较老气嘛 但是对于这个多妹爱好者来说 就是啊 有我就收吧 我感觉我好韭菜啊 然后还有后面的一个大大的盒子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物油家和这个 也是卖独角兽的形象的 我不会念它名字 就是他们家出的一个联名款 呃 就是我非常喜欢物油的 这个小男孩的形象 然后这个独角兽的形象呢 我也还蛮喜欢的 所以这次他们出了联名 就是必须要入 是一个圣诞款 对 圣诞款 我到现在才给你们拆 是这样子的 打开啦 它的整体配色呢 可以看出来是这种圣诞的颜色 但是它的红色和绿色 都是带有这种灰调的 所以看起来整体比较复古 然后这个小男孩呢 它还是一如既往的 有点这种 我也说不清 像糖胶一样的材质 反正就不是这种 常见的这个大娃的材质 还蛮可爱的 然后它还配了一个小帽子 是可以脱卸的 整体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蛮值得收藏的一个娃娃 我觉得这种联名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两个娃娃一起出现 你看像多多妹的 就是大部分联名 那只是出现一点标记性的气景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 还是挺值得的 那不知道我今天拆到 这些娃娃里面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样呢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